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病毒对白宫的威胁正在增加 而好消息是 现在有证据显示 美国的新冠疫情 可能已经进入平稳状态 甚至有下降的可能 然而在大量民众 新冠肺炎失业补贴月底 即将到期之际 共和党公布了 1万亿美元的刺激经济计划 失业救济到期之后 金额将从现有的600美金 大幅缩水至只有200美金 引发了两党争议 目前共和民主两党 就失业救济金额 还有纾困措施 争执不下 背后有哪些政治盘算 今天晚上凤凰全球连线 华盛顿现场 设凤凰卫视著美国记者王宾如 还有美国克莱姆森现场 美国克莱姆森大学 公共卫生科学系副教授史绿 上海现场 是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中国项目联席主任孙哲 三位一起来分析 美国疫情未来如何发展 我们来看一下 谢子军的追踪报道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 形象展现出 什么叫做千里江山一片红 截至28号 美国新冠肺炎确诊数 已经超过420万 过去7天 每日新增6万多人 然而这已经是10天以来的 最低平均值 就连国安顾问奥布莱恩 也被确诊新冠 他是目前为止确诊的 最高级别白宫官员 虽然白宫第一时间 出来打圆场 至于奥布莱恩 只是轻微症状而已 更没有传染给总统特朗普 但是在防疫工作上 一直主张无为而至的特朗普 也终于坐不住了 27号 特朗普在参观 北卡罗莱纳州的一所工厂时 也终于罕见的 第二次戴上口罩 他当天还宣布 为了加快新冠检测效率 美国将开始持检测 每次检测一大批样本 一旦测出阳性反应 再细分检测加以辨别 共和党人赶紧跟排 在同一时间 正式公布了 共和党版本的防疫救济方案 总值高达约1万亿美元 方案主张将事业金削减到 受益人工资的七成 会重启的机构提供免责保护 向公众发放新一轮现金鼓注 并扩大受益家庭的福利 另外为了减少在防护用品供应上 对中国的依赖 方案还提议向美国本土的 防护用品生产商提供奖励 不出意外 这项方案又遭到了 民主党人的反对 直批方案中 失业金的计算方法 可能将耗时好几个月 才能完成过度调整 参议院少数党领袖 舒默更直言 这个方案能不能在共和党内 获得共识都够俏 一边是政客炒面红耳赤 一边是医学专家忙得不可开交 美国生物技术公司 莫德纳27号 开始新冠疫苗研发第三期 也是最后阶段的临床试验 按计划将由3万名志愿者 参与这轮试验 专家预计 如果张募试验人员的进展 非常迅速 试验结果最早在10月初 可能就会公布 疫情肆虐 特朗普悬崖勒马 能否奏效 众口难调 美两党救济方案如何定调 成功在往 疫苗能否成为疫情突破口 我们将会成为疫苗 成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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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控制疫情 特朗普还有没有林丹妙药儿身边的 高官接二连三确诊 对特朗普还有白宫的威胁 是否在逐渐加大 今天请出各方嘉宾和记者 来做深入的分析 首先聚焦的是华盛顿 宾如 我们看到奥布莱恩确诊 但是白宫第一时间就跳出来说 特朗普和彭斯没有被感染的风险 请问白宫何来的底气 他们的证据为何 目前最新消息 是的 杨叔 那么奥布莱恩感染新冠 正如刚才我们片中提到的 他是现在美国最高级别的官员 新冠确诊 那么白宫何来的底气 我觉得有两点 第一是在特朗普这边 他几乎是每天都要接受新冠检测 彭斯也同样如此 因此应该是最近的新冠检测 特朗普和彭斯并没有出现 任何的阳性或者是任何的症状 另外一点就是白宫的所有近白宫的这些记者或者是官员 他们也要进行新冠检测 那么在昨天的时候 白宫的经济顾问 库德洛就透露说 他认为奥布莱恩其实是在家里 因为家人而感染的 并不是因为在白宫工作 所以这个感染源并不是在白宫 据说在上周四的时候 奥布莱恩是突然离开了白宫 因此有猜测说 可能当时是因为奥布莱恩的一位女儿 她已经新冠确诊了 所以后来奥布莱恩被传染 而且从上周四一直到现在 奥布莱恩都是在家工作 并没有返回白宫 所以昨天特朗普被记者 问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特朗普也表示说 他已经有一段时间 没有看到奥布莱恩了 两人并没有接触 所以这可能是白宫的底气的来源 但是我们确实现在看到 不可否认的是 美国白宫已经成为了 新冠疫情的重灾区 那么特朗普身边的人 除了一名贴身随从新冠感染以外 还有彭斯的新闻秘书米勒 之前也新冠确诊 就连特朗普的大儿子的女朋友 他也是特朗普连任竞选团队的 高级筹款人 在这个月初也是新冠确诊 因此可以说白宫 虽然采取了比较严格的测试 但是真的是防不胜防 在两个星期前 一名白宫的记者也新冠确诊 所以我觉得白宫 如果真的要防止新冠的话 必须采取非常严格的措施 而且其实特朗普心里 也是非常担心的 这也是为什么早前 特朗普向外界透露说 自己服用了新冠的药物抢氯葵 但是后来他已经停止服用了 那么接下来 我们看到特朗普现在的 对于新冠的态度 是有所转变了 他已经在公开场合 两次戴口罩了 所以接下来可能 特朗普自己也会采取 更多的防范措施 杨树 好 谢谢病如带来的分析 来 今天克莱姆森现场 为您请到的是美国克莱姆森大学 公共卫生科学系副教授史律 史先生刚刚听到病如也分析 就是这是美国高官 现在感染的最高的一例了 怎么看现在白宫沦陷的程度 以及特朗普被感染的风险 是否在逐步加大 奥布莱恩感染对特朗普来说 到底意味着什么 这个其实也不是什么特别大的新闻 就是从4月份以来 他身边的人一个接一个的 有爆出感染 这还是我们知道的 就是有确诊的感染的 然后现在有一个很粗略的方法 说每一例确诊感染的背后 可能有10则或者甚至是20则 就是感染了也自己也不知道 也没有确诊的这种无症状 感染者然后感染 就自己自愈了 那就是你可以把这个数字乘以10 所以就是说这个呢 奥布莱恩感染也不算什么特别大的新闻 我们肯定知道就是 就是华盛顿那一片 或者他周围的人 肯定是有相当部分的人是感染 这个他对于整个美国来说也好 还是随于医血卷 不算什么特别大的新闻 所以他自己来说 也不算什么多大的一个 就是恐吓冲击吧 就是他可能也到现在 我应该适应 好 谢谢 来 在上海现场 我们已经请到的是 哥林比亚大学的孙哲教授 其实我们说到 奥布莱恩感染的这个事情 如果不是彭博社周一主动报道的话 其实白宫是一直对他检测成阳性 是严格保密守口如瓶的 你怎么看白宫试图淡化 这个事情背后的一个目的 以及这个事情爆出来之后 特朗普这么不爱戴口罩的人 竟然对戴口罩 还有一些防疫措施 态度开始有了一些转变 对 布莱恩他现在感染以后 大家都很忧心忡忡的 第一个是他是从访问欧洲 回到美国以后 被发现阳性 那么这种情况下 他是不是感染了欧洲的一些 他的同伴 比如他会见了很多人 还说他把病毒从 他从欧洲带回美国来 所以这个是搞不清楚的 第二个他回到美国以后 还是跟他的部下见面了 所以国安会的一些 他的下手也很担心 到底是因为当时不知道 他已经感染阳性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了 所以这个还是引起一定的恐慌的 但是总体上来说 这个国安会的工作 并没有因为布莱恩 他感染到阳性的 就终止了 所以现在来说 白宫不管怎么说 他已经意识到防范 防疫有三宝 第一个是你要戴口罩 第二个要勤洗手 第三个保持社交距离 你看特朗普开始戴口罩了 他觉得这个自己戴口罩 是对国家的一大贡献 但是现在大家担心的是什么呢 马上他要进行选举造势 他要进行这个总统辩论 那种情况下 特朗普还能不能信守承诺 还能不能 我相信他会勤洗手的 但是他会不会还举行这种大型聚会 保持这种社交距离 所以这个也是 普通百姓和白宫人员 非常担心的一个现实 好 特朗普的态度转变 除了开始太口罩 还有一个表现 就是特朗普最近公布了 一个新的检测计划 他表示为了提高检测的效率 美国将会实行持检测 片子里面提到 就是检测一部分样本 如果有阳性的话 再继续细检 这个检测方式来请教的是 公务卫生专家史绿老师 他的特点到底是什么 是否适合当下美国疫情 这个呢就是说 首先这个不是一个非常新的技术 这个呢就是说在我理解 就是说在武汉进行大规模 那个就人群检测的时候 也已经用过了 就是这个就是方 这个就是实际上就是说 你在假设这个人群当中 感染的数量很少 比如说较低于百分之一的那种情况下 那你十个十个的那个就是测 然后如果是阴性的话呢 那就全部过关 如果是有阳性的话 这个十个人在细测 这个呢就是不算什么特别新的技术 美国也早已掌握 中国也早已掌握 很多国家都会这个 至于是否适合现在的美国呢 我认为对于像修斯顿 像武汉基这种 就是现在感染数很多的地方 来说是不适合的 就是因为我刚才说了 它是和那种就是感染人数很少的情况 就是说疫情过去之后很长时间了 那个武汉在做这个是可以 你当下的修斯顿和那个亚洲安大 或者是武汉基做这些是不合适的 但是当然说你个别地方 像什么怀俄明这种地方 像那个华盛顿州 西北华盛顿州那种地方 有可能就是你可以省点钱 因为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地方化的决策 不是他说句话 大家都跟着做的 好 所以这个检测方式 并不是对全美适用 只适用于部分的州份 那今天呢对美国来说 还有一个振奋的消息啊 就是莫德纳公司研发的疫苗 已经进入第三期这个临床实验 而用福奇博士的话来讲呢 已经进入到疫苗研发的关键阶段 我们想问问您掌握到消息啊 对这个疫苗的前景如何 另外这个美国老百姓 对于要不要戴口罩都争执不下 以后如果即便疫苗研发出来 大家愿不愿意打呢 你怎么看 我觉得呢就是我个人是谨慎看好 它的那个有一个相比那个 它的主要竞争对手 归瑞的那个做的那个疫苗来说呢 副作用可能显然要大一些 从先T的结果看 就它有那个含战啊 发热啊 就是乏力 这种副作用比较明显一点 所以我觉得以我对一般 美国老百姓的了解的话 如果它有选择的话 它可能不会选择 Montana这个疫苗 它的好处就是出来的早 它是领跑者 但是它的那个 从副作用的角度来讲的话 它有可能会输给辉瑞 这些更加有经验的那种 就传统的方法 就是这个是我的观点 好 所以它的安全和副作用 也是大家观察的焦点 来上海孙哲教授 我知道您其实业余时间 也在做各大医学院的 一个中国政策顾问 也可以聆听到哥伦比亚大学那边 关于美国疫情的一个最新评估 就是他们对于当下 美国疫情到底是一个什么阶段 是怎样的一个洞察 另外对于刚刚史丽先生分享的 这个疫苗的这个前景 他们又是怎么看的 对 各大医学团队呢 应该说也在全力开发这些疫苗 它有全球最好的科学家 包括何大一博士 包括这个Vangelos 就原来前默克公司的老总 所以它有一批科学家在全力以赴 那么我听他们的分析 第一个是这个疫苗的变异 它有病毒的变异200多种 所以对人体的伤害呢 不会增加也不会减少 而且他们觉得这个疫苗的培育呢 主要是这个有两个最大的难点 一个难点就是你病毒的捕捉和培育 那么美国在这方面呢 应该说有优势的 因为它染病的人多嘛 它不像这个疫情控制到好的国家呢 反而你找不到这些病例 所以呢这一方面呢 就是说这个它疫苗的培育 捕捉是抓到了 但培育呢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 这个是一个难题 第二个难题呢 就是说这个疫苗 你真正培育过程当中 真正注入人体以后 你会对神经 特别是脑神经会有什么样的副作用 现在大部分科学家是摸不到头绪的 或者是大家都觉得 至少有一年以上的观察期 那么现在从急于宣布 比如说9月份10月份 美国会成功宣布疫苗 那么有两种可能性 一种可能性呢 就是说美国原来在对付SARS的时候呢 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确实是这个疫苗的观察期可以缩短 第二个可能性呢 就是说他这个川普当局啊 他为了竞选 他急于宣布一些好消息 11月选举嘛 所以他在这之前要鼓舞人心 所以这个是两个结果 但是不管怎么说呢 美国有很多疫苗啊 打进去以后你的疗效要多少 比如说他的这个感冒的疫苗 每年都要打 那么这个新冠疫苗 如果产生出来以后 是不是两个月就失效了 这个现在大家都没有定论 这是我听到的一些消息啊 了解 对 所以而且病毒也一直在变种啊 现在研发出来的这个疫苗 能不能cover所有的病种 还有就是一个大家关心的 就是在2月份啊 大家对于病毒还一无所知 仅仅半年的时间就研发出疫苗 这么快速研发出来的疫苗 是否安全 好 下期回来我们继续分析 美国的实业救济方案 可能会有所调整 一会儿见 好 美国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已经达到440万 现在疫情对美国经济和民生的冲击 在不断加大 那么看到共和党呢 姗姗来迟了他的1万亿美元的 刺激经济方案 来 宾如 这份方案的重点是什么 大家重点关注的是 为什么这个实业救济会锐减 您掌握到消息 是的 杨树 那么美国国会呢 是准备又要撒钱了 那么这一次呢 共和党提出的是1万亿美决 那么在5月的时候呢 当时两党是达成了一个 3万亿美元的救助方案 这一次呢 麦康奈尔就表示说 可能是国会最后一次 就新冠疫情的一个大型立法 那么这一次的这个 所有的这些救助的方案中呢 其实真正涉及到美国老百姓 每一位美国老百姓的主要是两个 第一呢 就是关于这个 事业救济金的援助 现在我们知道呢 美国失业的这些老百姓呢 每个月可以领取到600美金 那么一个月呢 就是2400美金 其实这笔钱呢 可能是高过了很多这些 在餐厅打工的这些服务员等等 这些比较低收入的人群 那么就共 那么共和党方面呢 就想降低这个600美金 每个星期的这个资助 因为他们认为 如果是这么高的资助的话 这些人其实不愿意 回去复工复产 但是现在民主党呢 是不同意 那么另外一点呢 就是对于每个家庭的救助 我们现在知道 美国每个家庭呢 是可以获得 之前呢 是已经获得了 1200美金的资助 那么现在呢 民主党不仅是希望 能够延长这样的资助 而且呢 是希望 如果每个家庭有一个小孩 可以多得1200美金 一直到三个小孩 最多可以多得3600美金 所以呢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涨幅 那么共和党这边呢 也没有同意 其实现在国会的这个救助方案 说到底 还是两党关于复工复产 以及对于美国大选的 一个争夺 因为我们看到 现在共和党提出的方案呢 更多的是刺激学校 要复工复产 以及美国的企业 要复工复产 但是民主党这边呢 还是在加大对个人的援助 所以呢 说到底 两党的争夺呢 还是冲着这个 美国的大选来的 嗯 好 不管怎么说 说到这个纾困金额 让很多其他国家的民众 看了也叫新生羡慕 来克罗米森大学的 这个史律教授 今天看到个新闻 很讽刺的说 佛罗里达 有一个27岁的青年 诈领失业救济之后 马上却跑了 买了一部 价值百万的 兰博基尼汽车 后来被控诈骗罪 就是怎么看 共和党所提出的 这个失业救济金额 太高了 不合理 这个失业救济金额 该削减吗 这个削减肯定是 大势所需的 就是美国自己的 那个财政能力 就是也不允许 它长期的一直 就是说 坚持这么大规模的 这个力度的 失业救济金 就是我们那个 华裔的那个 总统候选人 亚安泽 在竞选的时候 提出说 每个人每个月 拿1000美元的 那个就是 基本收入 就这个都被 很多人认为 一半的人认为 就是过度激进了 那现在我们 现在说的是 那个就是2400美元 而且这是基于 这个原有的 失业救济的 那个基础之上 在添加的这个钱 然后再加上 那个就是补助的 每家就是这个 每家的那个补助的 那个钱 次第的那个支票 这个肯定长期来说 是没法持续的 所以呢 缺点肯定是在 情理之中 但是不是说 要削到这个程度 从那个就是600 每周600 一直削到 直接就削到200了 然后你 你最后又变成 变成周 让按你原来的 那个收入70% 是 就这个实施下去 要好几个月时间 所以是不是要削他这个力度呢 这个是有疑问的 所以呢 就是民主党和共和党 基于他原来的那个 意识形态立场出发呢 他有不同想法 肯定是很正常的 但有点有意思的一点 就是说川普作为总统 他想连任的话 他在这个问题上 可能反而倾向于 民主党的这个加大处理 这个立场 共和党国会共同有点不一样 这个很有意思 最后一分钟时间来 上海孙哲教授 怎么看特朗普要争取连任 其实应该向民众大洒金钱 这个方案最后会 一个怎么样的结果 这个方案一定会是通过的 只不过是聚集的焦点 是到底是你倾向于大公司 倾向于特定的一些行业 比如说航空公司 领了钱又再领钱 还是说倾向于 直接给百姓发钱 像这个民主党主持的一样 另外呢 纠结的一点呢 就是说这个民主党 想塞点私货 比如说他特别关注的环保行业 比如说这个就是 关于涉及到 就是共和党不太感兴趣的那些议题 他也想对那些行业 这个增加一点 比如风能啊 比如说这个电力啊 增加一点补助 所以这个虽然有所争夺 但是呢我想这两个月 一定会是把这个方案 继续继续落实下去的 因为他们两党都想争取 自己民众 好 今天非常谢谢 三方嘉宾和记者 为我们做的精彩分析 也谢谢您收看全球连线 下回